有一个大款就是比较有钱的富商叫张晴 在郊游的时候遭遇了车祸 但他只是划破了表皮 他将撞坏的车送到了修理厂 他突然想到父母亲的家就住在附近 他很久没有回家看看了 于是张晴回家住了一个晚上 离开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西装上面破损的地方 已经被母亲密密麻麻的针脚缝了好了 他有些感动但有些不以为然 因为他有的是钱 这衣服回去他就要扔掉了 但是张晴工作太忙 依然穿着那件补过的西服 在各种场合还谈成了一笔酒托未决的大业务 一直忙到晚上他把西装扔进了垃圾桶 第二天早上那笔业务正式签字 客户问他 诶张总啊你昨天穿的那件破损的西装 怎么今天没有穿呢 他不好意思的说 我换下洗了 大客户拍着他的肩膀说 你可能不知道吧 我们能跟你签约 是因为你身上的补丁啊 从小小的补丁我们可以看出来 你是一个艰苦补素品德好的人 无疑是我们最好的合作伙伴 张晴回到家 从垃圾桶里翻出那件补丁的西装 洗的洗挂起来 一天早上他刚要去上班 张晴家里来了两位警察 原来上个礼拜 有一个大款被绑架 还被撕了票 绑匪当晚就被抓获了 审讯绑匪的时候 他们共认 他们原来是想绑架张晴的 所以警察今天来提醒他 特别注意 张晴吃了一惊 问警察 那他们为什么最后没有绑架我呢 因为你那天西装上的补丁 警察说 党匪看到你西装上的补丁 推想你不像传说中那么有钱 因为有钱人不可能穿打补丁的西装 张晴一时感慨万千 没想到一个意外的补丁 竟然救了他的命 警察走后张晴拿出那件破西装 抚摸着上面密密麻麻的针脚 像个孩子一样 他哭了 母爱如一骨 绢绢的细流 虽然没有声 却能滋润我们干枯的心灵 平凡的母亲应遇着一分惊人的伟大 观世音菩萨像母亲一样 一针一线 缝补着我们心灵的创伤 营救着我们烦恼病痛的灵魂 有求必应的母爱 又是我们人生海洋上的一盏明灯 让我们走出迷途 当我们在苦恼中 我们需要母亲的手中线 当我们在解脱的时候 我们感恩母亲的佛子情啊 一个学佛人 就如同找到自己的母亲一样 一个不学佛的人 就像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 在工作上 事业上 感情上 身体上 没人照顾 到处碰壁 我们学佛人 要像对待母亲一样 让自己的心 得到温暖 请大家 在荧光屏上 看一张 感动全球的照片 有一个小女孩 没有妈妈 她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画了一个妈妈 然后她小心翼翼地 脱下了鞋子 在地板上画的 妈妈的胸口上 睡着了 这张照片 不是用人类的语言 能够解释的 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和理由 来抱怨我们不够幸福吗 我们的苦 那是我们自己造的业 我们现在拥有的 哪怕一点点的幸福 都是因为我们造善 应得善果的所为 所以要珍惜所有生命当中 出现的人 或许在某一天 你会失去他们 看着这一张照片 不知道有多少人 感动的流泪 所以我们拥有母亲 是多么的幸福 学佛人 我们拥有观世音菩萨母亲 我们应该是多么的感恩啊 感谢观看